全油管最快新闻,近年来,以色列与哈马斯爆发最严重的冲突,导致以色列关闭机场和陆路口岸,目前冲突的演变仍然不确定。 据报道,哈马斯发动代号为阿克萨洪水的军事行动,向以色列境内发射了至少5000枚火箭弹,导致以色列进入战争状态。 以色列民众收到预警信息后会躲进安全屋,而以色列的铁穹反火箭弹系统也能拦截大部分火箭弹。 此次冲突中,以色列已有300人死亡,1500多人受伤。 目前,以色列已关闭机场和陆路口岸,冲突的发展无法预测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晓天下事。